我覺得香港的朋友在面臨這麼困難的情況之下 所展現的信心跟勇氣 其實也讓台灣得到了很多的鼓舞 那特別是跟台灣相比 其實香港受到目前北京政府 中國共產黨的控制 可以說是更為嚴重 而香港的民主自由 甚至包括引以為傲的法治 也不斷的在流逝當中 下一個階段 或許大家可以共同思考的是說 怎麼樣透過民主 怎麼樣透過自由 特別是民主自由的深化 來去鞏固自己本來所希望捍衛的核心價值 那未來可能在目前整個香港基本法的體制下 雖然香港已經落入了一國兩制 這樣子的一個框架之下 但是最起碼怎麼樣能夠迫使北京政府 能夠履行所謂50年不變 甚至進一步的能夠維持香港高度自治 我會覺得這個都是非常重要 而且值得讓我們大家共同吸收努力的一個目標